欢迎来到雨说体育 今天快船不敌东西 现在这大比分打成了一比一平 这场比赛输球对于快船来说非常遗憾 因为按理说梁纳德上誉归队 老大归来 球队力兵摸马 阵容完整 面对一个东西 尤其牛拥有主场的地理有势 理应能够拿下 但结果这场比赛输的方式 让快船队感觉很难接受 因为这次球队打的根本不像自己 再者一点 就上一场比赛积累了那么明确的赢球经验 道已经画得非常清晰了 哈登持球在手掌控球权 一旦所战术资源 尽情向哈登身手堆叠之后 哈登几乎每一回合 必然会点名洛卡东西 点名东西防御团最弱的环节 要么就是直接打掩护党裁之后 给空姐配合 让主发指在地位非常享受 包括托伦斯曼在地位都有好多空中戒律的机会 要么就是东西换防到哈登身前 哈登一步将东西迈过之后 侧东多大少 哈登婉转东西 整个防线 如同是自己手中的玩具一般 所以上一场比赛打那么完美 在东西客场作战 居然说罚球领先 快换队20个情况之下 还数的那么脆 但今天完全的讲 上一场比赛的营球经验和方案 彻底气质一变 朗朗的回归之后 基本上过了半场之后 经常张手之要求 再讲保禄乔治 他俩真是你上完了 我上 我上完了 你再上 频繁的就在进攻段 那块哈登 过半场之后 基本上任务相当于终结了 就是持球不超过三秒 这俩人肯定有一个帽间 有一个漏头 然后溜到中场附近 就向哈登张手要求 这种打法 看这两个风险爽棍 滑来滑去 确实大有 快换队当年 这支球队刚刚 组建支出那个熟悉的样子 看起来 好像说风险爽棍 他俩都是当打之年的明星 但结果这支球队 越打越腿 越打越累 哪怕说有超级金主 鲍尔摩注入 给这支球队构建了 一套从首发到板正席 非常豪华的阵容班底 就封线拥有的这种兵力 兵员 基本上超过连山东 其他任何一个对手目标 但是年年是面对一个年轻 初出茅庐 菜鸟赛季 刚刚领菜鸟合同阶段的卢卡东奇 甚至那会儿 卢卡东奇身边是没有帮手的 打一个东西 你俩俩人熟悉人一个 年年打抢气大战 打的就是这么愚蠢 打的就是这么累 而今天就极复法了 朗纳德回归之后 真是没有真正做好自己 作为一个老大 应该做好的本质工作 你应该按照球队之前的赢球实入 按照那种实入之下 你争取融入 而不是说你来了之后 就是让球队围绕你的 来了之后可以说大包大篮 出手次数 美基硕应该是这场比赛全队最高 你刚刚上于鬼队 你为什么这么讲戏呢 你上来主场 如果说打成一个2比0的话 后续你再磨练自己身手 难道来不及吗 你就不能说让球队先建立起 绝对足够的领先有势 这种系列赛你先落在维岸吗 就是不能 这场比赛来了之后 依旧是胡来 进攻端表现底效 但是越投越铁 尤其最后阶段关键回合 你看不看到 今天打到第四季 前两分半 哈登持久战手 已经让球队打的运转相当流畅 两分半时间之内就拿了7分 领先对方达到6分之多 你这么大的有势 没保住 而且你看不看到 哈登一旦持久战手了 球队进攻有多顺畅 这个得分的密集度 按照这个趋势下去 就是一截 哈登只要说他掌控球权 以东霞拥有的防守资源 说实话 东霞不是一直放上墙队 他阵容当中是有好多防守落环的 哈登去利用东霞防守落环的话 一截稳稳当当给你拿出来 30多份的进攻输出 你要是这么打的话 球队就尾赢了 当时眼看打好一个开头 结果他如意是什么呢 他作为一个主教练 也是一个软弱的货 这场比赛没能够 看清形势情况之下 他及时的踩一脚刹车 仰看形势不对 今天这场比赛突然间打这么被动 你看对方卢卡通奇 那都是笑叶如雅 乐得跟花骨都是的 尤其比赛赛后 你看他投完最后一个球 那真是脸褶皱都堆垒的 跟个包子似的 为什么呢 东霞太开心了 就没有想到这支球队 今天东霞远远没有像上一场比赛那般 被哈登通过战术指配 指配的那般恐惧 今天因为大量都是 两大都保着脚子在打 你要是这么一个球打的话 东西的防守漏洞 你如何利用呢 你都是这么非常蠢笨的一打一 那这场比赛打成啥了 对方卢卡通奇要凯瑞文 真说论单挑人怕你 所以你以往那会儿 二恰一都跟东西 每次都打抢棋 你现在人家有帮手 有凯瑞文了 你俩论单挑 真说论素质的话 你俩没有人家强 然后纳德现在真说 单挑火力 没有东西厉害 那保禄小智 你跟欧文怎么比 你要这么打的话 那不是取败之道吗 当时泰鲁理应就是 眼看 哎 场上局势挺好 已经建立领先了 为什么非得那么早 换上来纳德保禄小智呢 让他俩继续写呀 哪怕让他能继续支配个三四分钟呢 领先又是足够多 你再让他俩上来浪啊 结果当时泰鲁还是按部就板了 当然纳德保禄小智呢 他俩有点过分 就之前打的已经那么好 意义是记忆那一场比赛 你收获的经验教训应该足够了 你如果不足够的话 这场比赛 眼看着形势不对头 第四节日哈登带队 当时哈登和蒙南两个人 外线作为双向的主导 频繁突然下之后打分球配合 整个团队防守端已经有点嗷嗷叫了 结果你俩上来之后 防守也推了 你俩每次过了半场之后 都张手管哈登要球 整个球队的团队氛围 立刻就被打散了 一盘散散了 各自为战了 看完比赛 感觉就是快存队这双防线 自从组戒以来 之所以一无所获 在救赛期间是屡战屡败 只能说哀其不幸怒其不等 现在快存队 他军备竞赛的等级 也达到了 在当中一等级的程度 哈登的第一场比赛 也证明了自己 但是这哥俩 还是这么为所欲为 在比赛场上 进攻端这种 强拱的 个人单打的欲望 就是克制不住 打的实在是太蠢了 快存好不容易 第一场比赛 在残阵情况之下 拿下了一场 酣畅淋淋的胜利 并且给接下来的比赛 指出来了一条名物 结果现在打成了1比1了 意味着啥呢 主场又是拱手让人了 就这么蠢 这双防线 真是看起来 跟木头人一样 他俩不知道 到底是不是在用脑子打球 完全就是要用蛮力 现在联赛当中 比赛变化环境这么大 你为什么要打出 这种单调乏味的 枯燥的比赛呢 不知道他俩到底是怎么合计的 希望接下来 快存队能够有所变化吧 如果没有变化 继续放线爽味 就这么烂玩 这种信息 他真是就要没了 因为你这么单打 你干不过人家东霞 而且东霞防友团的问题 也不会暴露在 你俩这种无脑的单打之下 那球队就废了 希望快存队能够及时回头吧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